Hello, 大家好, 我是Terry 歡迎回來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有很多觀眾看完影片之後 也有留言問我問題 也有分享一下他們自己的心得 這次這條影片會用FAQ的形式 去解答各位觀眾的問題 順便分享一下我在這一個月做的什麼 如果你覺得我拍的影片不錯 又幫到你的話 那就叫你按訂閱鍵啦 謝謝 首先要帶點頭暉 我不是一個投資的專家 也不是一個金融的才子 所以你們問的問題太複雜了 我未必會回答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最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問我怎樣轉home country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打電話給你們香港的ROM 跟他們說你想轉到Expat 或者在UK的離岸戶口 有人說可以找Expat那邊的ROM幫忙搞 但他們那邊到現在還沒派ROM給我 所以我是無主孤魂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幾種account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要看你開戶口的時候 選了什麼 你最基本是一定要開一個Bank account 然後選擇你所需要的貨幣 基本上英鎊和美金 我覺得都是一定要開的 否則你開一個離岸戶口也沒意思 至於歐元的話 看你有沒有需要 這一種戶口是完全沒有利息的 那錢就只放的 其實香港大家都見過了 就是叫Current account 即是支票簿那些 它最主要用途就是綁定你那張Debit card 我建議大家兩張最好都申請完它 尤其是英鎊那張一定要申請 因為這張卡是綁定了你的Bank account 裡面的Number 就有點像我們香港的提款卡 所以你去到英國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張卡 你是連英鎊都按不出來的 假如來到這一刻 你跟我一樣都還沒開到英國的離岸戶口的話 那就真的要靠這張卡了 至於好不好用呢 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接下來另外一種 就叫Saver account 其實就是類似你們香港的儲蓄戶口 又是跟剛才一樣可以選英鎊、美金、歐元 如果你符合它最低存款要求的話 它就會有雞碎那麼少的利息給你 因為實際上太少了 你可以當它不存在 如果你想收一下利息 那又可以怎樣做呢 一會兒回答另一條問題的時候 我就再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最後第三款 就叫Currency Savings Account 也是最最最重要的戶口 大家一定要開的 因為我們的港幣 對於英國銀行來說 是外幣存款 所以就歸類了到這裡 如果你不開它們這種戶口 你是沒辦法存放到港幣下去的 如果你需要存放其他大量的外幣 你就要在這裡逐樣逐樣加下去了 我申請戶口的時候 就是這樣選擇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就開了美金、英鎊、港幣、人民幣 以及英鎊、美金、Debit Card 來到第三條問題 就是問我 你收到一張Debit Card沒有? 如果有看上一集的觀眾 都應該知道我在10月中出了一條影片的時候 都還沒收到一張卡 我等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都還沒收到一張卡 直至到10月底的時候 就有觀眾告訴我 他都收不到一張卡 然後我上去討論他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收不到一張卡 然後我就上去Expat的ebanking 問他們的客服 為何會這麼久還沒收到一張卡 然後他回覆了我 我們在9月17日的時候 已經發送給你了 如果這麼久還沒收到的話 我們可以假設這封信已經遺失了 我們就會用DHL另外再寄給你 然後我又等了兩個星期 終於就收到DHL寄給我的兩封Email了 就是告訴我過幾天之後 會有文件送來我家 那我涼粉就幫我代收了這些文件 在第一份DHL的包裹裡面 就收到這兩張Debit Card 然後在另一份包裹裡面 就收到一封密碼信 因為這張美金Debit Card是屬於寶嶺 所以他沒有寄到一封新的編曲給我 而這張英磅Debit Card是我後期申請的 所以他就寄了一個新編曲給我 那我就足足等了三個月的時間 終於收齊所有文件了 隔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又無緣無緣收到一張Debit Card 最初我以為是英國匯豐 終於開了離婚戶口寄了一張卡給我 誰知原來是失蹤了兩個月的Debit Card 現在才寄到來 真是被他氣得人都瘋了 接著我們就要確認新卡 這張英磅卡是不需要打電話上去確認的 而這張美金卡 你是要打IDD長途電話去Active 我現在就有兩個方法 可以幫你省下這幾百元的長途電話費 方法一就是登入你的e-banking 然後找客服幫你啟用這張卡 我朋友就是成功用這個方法去確認新卡 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打電話在香港 翠月理財熱線 然後就叫他轉駁線過去Expat那邊 我問Jesse去嗎? 你打去就幫你駁線過去 在那邊就知道我做事 Welcome to HSBC Premiere To serve you faster Please enter your 10-digit personal banking number Please enter your 6-digit telephone banking pin number Now Hello I would like to activate my debit card So is it to activate your US dollar card? US dollar card Yes Ok I will activate it it will be ready in 5 minutes for you to use Ok Can you speak slowly please? No no sir I said I will activate it i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 use in 5 minutes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樣 基本上英文就不難的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經常說得太快 根本就聽不及 好了 接著到第五條問題 就是問我 在香港的ATM用不用到Expat的Debit Card 其實在我一收到卡的時候 我已經第一時間衝到匯豐桂圓機試這兩張卡 打完密碼進去 你只會看到提款和查詢結餘 照這樣看來 就應該要去到英國本土的桂圓機 才可以改到密碼 在畫面上 你們會看到有三種不同的戶口 可以按到美金 如果有觀眾已經試過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唯獨是我試英鎊那張Debit Card的時候 它竟然的Current戶口是可以看到結餘 因為我的英鎊戶口裡面是沒有錢的 所以你們現在畫面上會看到0元 在按錢的畫面裡面 你們會看到它顯示了港幣 不過我戶口裡面沒有英鎊 所以就按不到錢給大家看 我分別看這兩張卡的條款玩法 它就說如果非英鎊和非美金的交易或者提款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到當地的貨幣 收回你的兌換價 聽起來就很方便 一卡旁身世界通行 但它竟然還要收到你2.75%的手續費 隨時比簽香港的信用卡還貴 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就交給你自己想想 不過如果你是用英鎊或者美金來做交易結算的話 它就不會收你這麼離譜的手續費 不過我想說壞消息給大家聽 在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發現原來整個英國的手續費 都是收到這麼貴的 我們香港的信用卡實在太幸福了 所以他們英國那邊 有一間叫Transferwise的公司 就自己出了一張Debit Card 可以存放很多不同國家的貨幣 進去買東西和按錢 不過如果你用Transferwise的話 主要都是用來做國際匯款多些 因為它的兌換率比較低 以及手續費比較低 所以它那張Debit Card 就是屬於一個額外的功能 方便大家去不同的國家旅行 又要先戴上頭盔 我自己本身還未申請這張卡 不過我有個朋友已經弄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來到第六條問題 你的HSBC UK離岸戶口 究竟開到沒有?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想知道 而我自己更加想知道 自從上個月我出完影片之後 我差不多每隔半個月 都打電話去問候他們一次 究竟那個戶口開到沒有? 他每一次都回覆我說 是這麼慢的了 你等一下吧先生 你記不記得 你網上申請的時候 他寫著8至12個星期 不過剛巧這麼巧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已經等了13個星期 你還未開到戶口給我? 最初他都不相信我等了那麼久 不過他看完電腦計算完數 發覺原來 嘩,原來已經超過了12個星期 那我們現在馬上幫你 下一個Urgent Case給英國那邊 接著搞了半個月 到我剪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又手行打電話上去問一下 進度搞成怎樣 接著他說我現在開戶進度 已經被UK那邊改了做Welcome 即是應該開戶成功 問我收不收到電話 想想想 我近期又可以收到兩個奇怪的電話 一個叫我有個包裹未拿 另一個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回到大灣區投資物業 那是不是這兩個電話 他們連廣東話還未說得正 一定是外籍人士 除了這兩個電話之外 我都沒有收過任何UK的電話 除了等之外 我現在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當然唯有等 突然收到一個超突發的消息 又是11月28日 一份醒突然間收到 UK傳過來的Welcome E-mail 等了四個半月終於有消息 原本這條影片已經放上Youtube準備推出 然後我立即再重新做過這條影片 等我收齊了UK文件之後 我就再跟大家拍一條影片分享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朋友 又想看UK的資料 記得按訂閱按鈕 來到第七條問題 究竟是誰問這麼差的問題 實不相瞞 發問這條問題的人 就是我自己的本人 因為我不知道英國匯豐的離岸戶口 究竟開不開得切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Expat的客服 我問他 我的英鎊戶口 可不可以在倫敦那邊做事出糧 然後他就說可以 我們再來看看 英鎊那張Debit Card上面印了什麼 那張卡上面 除了有你的Debit Card號碼之外 下面還有一個Jersey的Sort Code 以及你的英鎊戶口號碼 Sort Code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英國銀行專用的編號 代表著這間分行 所以如果你拿這個Code 上去Google的話 你就會看到Jersey這個銀行分行 所以入了Sort Code 再加上我的英鎊戶口號碼 就可以轉錢給我 理論上來說 出糧應該沒問題 我先戴上圖櫃 以上的內容 是問完客戶服務員之後 我推測出來的結果 所以未經實際測試 接著來到第八條問題 有位朋友問我 放了50萬最低存款 在Expat的戶口裡面 究竟有什麼可以投資做一下呢? 否則只放在裡面也蠻虧的 沒錯 這條問題是問得非常好的 第一樣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你只需要填一份很長的形狀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看畫面上的連結 進去看看吧 然後你就可以跟它申請一個股票戶口 那你就可以買賣這個英美股票了 但是它的手續費是貴到離地的 買美股的手續費竟然敢死 收我25元美金 不是吧? 所以我是沒有跟它申請股票戶口的 而我自己用開的First Trade美股戶口 它是完全不用收用金 也不用收手續費的 還要是美國離販戶口 基本上我的美金已經放在美股戶口裡面了 我還申請了First Trade那張提款卡 遲些有機會再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吧 所以我之前說Expets那張美金提款卡 根本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用途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理由 要在匯豐開股票戶口 除非你真的有錢沒有訂購到這樣的地步 既然是這樣 不如你考慮一下贊助我吧 我會拍更多有用的影片給大家看 之所以為什麼我當初會開了Expets戶口 就是因為它有定期存款這件事 所以就算遲到我的HSBC UK戶口開到之後 我都會繼續選擇用Expets這一面的戶口 拿來做Home Country 因為身為一個英國居民 是要交利息稅的 假如你的年薪是屬於基本稅率的話 你就會大概有1萬港幣的利息免稅額 所以在英國匯豐裡面 存錢收利息的玩法 是跟我們平時建開的很不同的 我看它的網站就知道 只有1、2年年期的英鎊存款計劃 是比較高利息的 雖然它又可以開外幣戶口 不要放回我們的港幣 但是它已經寫明是沒有利息 所以如果你要做定期存款的話 我建議你去Expets那邊做 不過如果你是一個英國居民的話 你也是一樣要報稅的 它總共有3款玩法 其中2款就叫Boneless Saver 也就是我們香港常見的活期儲蓄 如果你在1個月或者3個月裡 沒有拿過錢出來的話 它就會派一些額外的利息給你 不過都是雞水那麼少 而我最後選擇了Fixed Term Deposit 也就是大家在香港常見的定期存款戶口 這裡有一個很透明的網上利率工具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看你手上的貨幣 做定期的利率有多少 譬如現在我們想查一下英鎊的話 5萬英鎊度 6個月的定期會有0.24 3個月是0.22 看上去就是沒有UK那邊那麼高 不過別人要做一年 這裡就做6個月和3個月 如果做一年的話 它是更加少的 只有0.18 基本上我們應該不會做英鎊住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資金還是港幣 50萬來說 3個月0.28 6個月0.22 1年0.19 1個月是無息的 大件事 所以港幣的利息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回香港那邊做 但是如果你真的得港幣去維持 這個最低存款的話 都要硬吃的了 這裡還有其他貨幣可以做定期存款 譬如我們現在看看美金 6個月0.37 1年0.25 3個月的話就0.16 1個月的話是0 與其放些美金進去做定期 不如拿去買美股好過了 這次我就是用了人民幣 大概40多萬 就等於英鎊的5萬元 我們可以看看 人民幣定期的利息 還是非常之高 分分鐘還高 比香港某些中資銀行 它竟然是有1個月 2.600 然後3個月 2.74 其實在這裡做定期存款是非常簡單的 你只要登記你的E-Banking 就完成了 你看到畫面也是非常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按Continue 就完成了 然後你要選購數戶口 譬如我現在選了人民幣 下面有一個貨幣要選 你一定要選人民幣 否則你就會變成兌換外幣 然後拿去做定期 這裡兌換完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按Confirm 鍵 然後你就要去定期存款的頁面 改回到期存款指示 玩法就跟香港一模一樣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都是因應你的需要 看看是否繼續滾傳下去 還是拿出來 沒什麼特別 我又要先戴頭盔 不知道為什麼這條片 是特別多頭盔要戴的 這一筆人民幣的存款 我是大概在七年前的時候 用最高位的成本去搶回來的 因為那時連隔壁屋的陳思拉 都說要將港幣轉為人民幣 然後拿去做定期存款 因為高利息 所以我就一直做了這麼多年的定期存款 到現在 一直蟹到現在 都未上回當時的最高位 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現在唯有把舊錢調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放到地球的另一邊 為了填最低存款的數目 就唯有繼續做著定期先 這個世界變成怎樣 都不輪到我和你的決定 我們唯一可以選擇的 就是走還是不走 甜 我說一杯凍齋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走完一杯也行 七年前一個平凡的我 又怎麼會預計到 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面呢 我又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在拍Youtube給大家看呢 而你們又怎麼會無緣無故 找到這些題材來看呢 這些東西 大家都是被迫出來的 總之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吧 大家一起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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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